大家看电视看过白毛女吗 对 你看这个 这个长毛了 这可以揪下来的 有的话说这个能不能制成一个内裤 这个制不了 它的产毛量有点低 好了 原来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叫毛绒吊栏 比较小众的一个花 它其实就跟油花吊栏差不多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一个有毛一个无毛 这话说这两个肯定是 好了 闲言不多讲 咱们说一说养护 向大家一定要了解 大家只要看到不论是什么植物 你要看它肉嘟嘟的胖乎乎的 你不用看它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耐热的 对吧 你就怎么理解 你就看这个人体态稍微发福了那种 它夏天肯定很难受 因为有一种厚乎的脂肪 它也是一个道理 它有这种肉嘟嘟的感觉的话 就是比较 比较怕热的 还有一个就是浑身是毛 它自然而然的一个预寒能力要比这个稍微强一点 所以说这个不怎么怕冷 大家在养护它的时候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避免强光暴晒就好了 这种都是不怎么洗水的 对吧 光那种胖乎乎的不光是怕热 还有点害怕水大 像它们的繁殖都很简单 都是从头上掐一个头下来 摁到草土里面就能活 因为这种东西跟鸭枝草这种吊栏它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呢 这种是杂交变异的一个品种 这个叫油画吊栏 这个呢叫毛绒吊栏 也有的画是喊的毛绒优化 当然我觉得起个名字还是叫白毛你更好听 或者叫金毛丝王是吧 好了 那如果说大家也喜欢这种类型的话呢 也可以来我直播间 养护是比较简单的 用土的话呢还是通用土就可以了 肥料也是 用通用的就行 那么最低温度尽量维持在零度以上 那牵插很好牵插就是害怕水大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避免强光暴晒 别的没啥了 一篇关于毛绒优化 对了 还有它 咱们家都有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的养化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喜欢什么花 我来帮您开箱或者做介绍 我是老花1 养化最正1 拜拜